首先 我要感謝帛琉國會的各位參議員 眾議員 選擇在國會大樓這個民主的殿堂和我們會面 還送給臺灣一項最珍貴的禮物 那就是剛剛宣讀的聯合決議案 臺灣和帛琉之間存在許多共通點 我們共享悠久的南島文化 共享太平洋帶來的豐厚海洋資源 最重要的 我們也共享了民主和自由的價值 正是因為我們有相同的理念 過去二十年來 臺灣和帛琉總是相互的支持 在這裡 我要特別感謝中春前總統 當年為兩國建交做出的貢獻 我也要謝謝各位帛琉的好朋友 長期在聯合國 世界衛生組織 以及許多重要的區域組織中 持續地為臺灣仗義之言 展望未來面對氣候變遷 經濟發展 文化復興 或者是對區域和平穩定等種種的議題 臺灣都願意和帛琉攜手打拚 也一起為太平洋區域帶來更多貢獻 今年下半年 亞洲太平洋國會議員聯合會 第四十九屆年會將會在臺灣舉行 藉這個機會 我要誠摯地邀請帛琉的國會議員 一起來共享盛舉 我要再次謝謝帛琉國會的接待 以及各位對兩國邦誼的大力支持 沒輸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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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很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